昇仔的狀況我化得很快 幾個器官都有鋁澱粉蛋白沉積 現在他的心臟、肝臟和腎臟都開始衰竭 不要, 我只有你兒子, 不行的 洛醫生, 還有其他辦法救他吧? 我們醫院追蹤了昇仔這麼多年 我們會盡力的 現在只有兩種藥在臨床上有療效 一種是Tefamidus, 就是六本座孫 在香港有註冊的 這隻藥, 昇仔是不是正在吃? 是, 但看來昇仔的幫助不是很大 另一種是Paticerine 不過因為香港沒有註冊, 我們用不了 那哪裡有註冊? 我帶昇仔去那裡 其實Paticerine還在做測試 它是不是這麼有療效, 大家還不知道 而且之前曾經有病人飛過過去 不過因為不是加拿大籍 最後也不讓它進行測試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只能夠開藥, 令它舒服一點 不要… 別這樣了 起來, 你太太 還有辦法救昇仔 就是器官移植 只要等到適合的捐贈者 我們一次過替昇仔移植心肝身 三個器官 那就是做了移植之後就沒事了? 老實說, 昇仔的器官雖然很嚴重 就算吃藥只能夠減慢他衰竭的速度 不會真正幫到他 唯一幫到他最徹底的辦法 就是器官移植 牧醫生, 為何剛才你不說呢? 你有沒有搞錯? 我說事實而已 你就是跟我先說了 你肯嗎? 不肯你就肯定來 你有沒有想想要尊重其他人?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家長怎麼想? 每個醫生說的事都不同 一時又這樣, 一時又這樣 以後他們怎麼相信這些醫生? 我多給他們一個選擇 你那個不是選擇 周振堯說得明不會批這個手術 你這樣是給他們一個假希望的 你不跟他做手術 就真的什麼希望都沒有? 我覺得不就是因為這樣 你說你相信等價交換? 周振堯要插手移科中心的事 我一定要有藏牌手 不過, 我沒有因為這樣想 犧牲昇仔的利益 對著患者, 我只會想什麼對他最好 我只是給他一個更好的選擇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手術失敗, 昇仔會死的? 他這個情況, 你叫他繼續用藥 你覺得結尾真的很有分別? 謝謝 Max, 盡快安排昇仔做Tap and Screen HLA測試和抗體証 HLA? 你打算跟他做雙重通訊? 我跟他父母談了, 他們還好 肌肉冬娘, 馬上做手術 但上次開會, 周醫生禁止了 我再想辦法 現在幫你抽血, 可能有點不舒服 很擔心我的病 其實我越來越無法治療 我只覺得很累 我不想爸爸媽媽 經常為了我不開心 還有 我女朋友, 我跟她拍攝了三個月 我一直都不敢跟她說我有這個病 她覺得我有很多事情瞞著她 還以為我認識了另一個 跟她分手 我真的不想自私 來 我不想這麼自私 你把我真的出不去 你知道你這麼做, 對她很殘忍 對我們醫生也很殘忍 我們跟你一起打這場仗 但原來你對我們這麼沒信心 你打什麼仗, 等死而已 知道為什麼要幫你抽血嗎? 因為我們沒想過放棄 我們想爭取幫你移籍 這場仗很難打 如果沒有你幫忙, 我們不會成功 別再想著等死 在這裡, 沒有人讓你等死 等一下, 可不可以抽左手嗎? 我想留一隻右手, 打電話 1990年, 醫生 醫生首次替FAP的病人進行肝移植 之後那幾十年 國際醫學界一直在研究 器官移植對FAP病人帶來的影響 還提出過聯合移植器官的可能性 為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 帶來新的希望 近幾年, 香港也試過兩次 幫FAP的病人進行心肝聯合移植手術 2004年, 在FAP、WTR的FAP肝移植 國際經驗報告中 還試過有心肝腎三重器官移植的病例 不過可惜 醫學界沒有就Triple Transplant 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原因是手術非常困難 其次是FAP的病人本身已經很少 要找到適合做三重器官移植的病例 更加是難上加難 但是, 是否難就不做呢? 如果器官移植 是病人最後和唯一的出路 我覺得應該為他們走前一步 接下來, 我很希望 能夠在這方面做多一點貢獻 也很有信心, 我們絕對有能力 完成亞洲第一個心肝腎 三重器官移植的手術 如果我們香港真的能夠 成功地做到這個手術 將會是我們醫學界一個新的比例 大家怎麼看? 有什麼問題想問問方醫生?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開始投票 贊成的, 請他… 周醫生? 周醫生, 是 各位委員, 我是安妮醫院院長周震燕 知道你們今天倫理評審會開會 所以特地過來對方醫生提出的研究 給我一點點意見 請說 其實我對方醫生在FAP的研究貢獻 是肯定的 他的想法是很有前瞻性和膽色的 但我認為這次他提出的研究建議 太冒險了 其實雙重器官有不少失敗的例子 不知道方醫生剛剛有沒有跟大家提過 我們不可以只看到別人怎樣成功 別人都有失敗的時候 然後, 我認為我們還沒有條件做這個手術 我跟方醫生是好拍檔 我也很想支持他這個研究 但是作為這篇論文的相關書 跟剛剛方醫生提出的研究 又跟這篇論文有關 我是不可以不坦白說出我的看法 各位, 周醫生的論點 其實也很有道理 手術做到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成功的機會只是一半一半 那我就不贊成博了 方醫生, 見到你就對了 我想問你, 大哥什麼時候可以幫昇仔做手術 是這樣的 我公司下個月派我去上海公趕 一去就去半年 如果昇仔的手術做完就好了 我去也要去得安心一點 不然我打算把他推掉了 他寧願不升職 也想陪著兒子做手術 這研究計劃過不了, 倫理評審會 昇仔的手術做不到 這才是什麼意思? 我們會暫時安排他回內科 繼續用藥, 控制病情 但是…你說你的藥對他沒用 是嗎? 那個手術在香港做不到 那他去外國做吧 是呀 我多少錢都肯付的? 我最多安了一層樓 昇仔的情況是上不了飛機的 為什麼會這樣? 勇哥 那…那什麼倫理會? 我去求他 是呀, 我再求他 可以說一句, 剛才都說了 勇哥你, 醫生 你幫幫我, 昇仔, 我幫你求求你 對不起, 真的很對不起 昇仔又說我可以做手術 現在又說不行, 那怎麼辦? 昇仔不可以有事的 還有沒有, 我們再求一下 醫生, 老婆, 我們再求求你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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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是嗎?是否沒聲音了? 你怎麼搞的? 別走 我以為你會在星期六放假才來 我睡在醫院,幾天都沒洗頭 就知道我在你面前刑慣了 閉嘴吧 怎麼樣? 我想過去抱你,但我下不了床 我還沒生氣,還沒一段時間生氣 你一定要康復,等我可以繼續生氣你久一點 但現在,原來我一分鐘才行嗎? 追蹤北美TVB Anywhere的官方IG和Facebook 最新藝人活動資訊告訴你